每个人都知道 现在这个社会是个大乱的社会 天下大乱 伦理道德没有了 善心善意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只有厉害没有道义 社会怎么会安定 世界怎么会和平 我们要怎样挽救世道人心 在现前 要跟大家说明天 要抓住重点 不能说废话 也不能说多余的话 没有时间 也没有真实智慧去思维 去思考 所以在今天跟大家讲法 越简单越爱要越好 一定要把重点打造 所以我教导大家 什么都不谈 只要你把无界实善做好 只要把一句阿弥陀佛念好 你就得救了 无界实善丢掉了 这说个不好听的话 那就不是人了 这话也是真的 无界实善没有了 一定来生决定多三我道 这不是人道 做福 做福 人才能做福 搞三我道 怎么能做福 所以最基本的 无界实善 自己要认真修学 详细的讲解 在无量寿经 三十二评到三十七评 我讲过多遍 劝导大众 只跟他讲 净土殊胜 劝他念佛 求生净土 其他的都不谈 来不及了 讨了一些教理 对福修院的学生可以 对大众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讲的再好 不齐心 现在就讲 救命要紧啊 没有时间听其他多余东西 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自己这样修学 我们自己得度 我们帮助别人 别人也能得度 这个就是功德圆满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怎么就讲到自己 好 感谢观看